请问尊者 在法的领导学里 尊者有说过 当我们业的承担力不够时 我们要增加法的承担力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 感谢 比如说 现在如果你要做一个传法的事 对不对 或者是要承担 有些时候我们自己 传法的项目 我自己的经验 就是有些时候 我们有善业一直在存储的时候 你做事就会很顺 可是因为我们 尤其是我们的业不顺的时候 我们的业 就是说我们的业 不能够让我们得到很多好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有领导的才干 你有法 你有美德 那么基本上 你还能够 善用群体的力量 或者是什么 因为有那个法 用法 用你现在好好地做对来 那么你还受得起 人家的那么好的姻缘 好的生活 因为那个法的力量在吸引 然后 比如说有些时候 比如说 如果我们遇到一个灾难 如果有善业的人 他可能 那个业会 扑他度过一个灾难 可是如果没有的话 你怎么办呢 你就是 以你的美德 以你的忍耐 如果你能够忍耐 可能那个忍耐就是你的法 你就能够忍过去 就是承担那些 如果有一个人 他业又不够好 就是 好业的人 你不用忍 东西就顺顺 如果业真的不过好 你一定要用忍耐的东西 你又没有忍耐的法 没有忍耐的美德 那你就过不了这关 你如果忍得了 当我应远过去 你就可以 这样子 所以法的承担力就是 你的业不顺的时候 业不可靠的时候 你就是更加守护你的法 比如说 我会善用一些 比如说 我知道我的业不顺的时候 我会善用群体的力量 然后比如说 有些东西 我们群体决策 圣团决策 这样子 那么基本上 我自己担不了的事情 圣团整体就担得了 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 我们比如说 你讲吉祥尊者讲 然后最 在这里决定 就是有些人不服 可是当我们经过圣团 大家和和其其团结 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圣团做的决定 你想不服 是一群人 不是吉祥尊者一个人 人家也不敢冒犯整个群体 所以我们能够 潜虚下来 善用我们一个 推到后面 让群体发推 也可以生团 好好的发挥 它其实是一种法 也是一种无谱 是一种无私 然后也是善用大家的力量 是一种领导的智慧 那么你会发挥一个领导的智慧 就是一种世间法 那么你这样子做的话 本来那个官 你一个人过不了的官 然后整个群体 团结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过得了官 所以这种就是善用法的力量 世间法也是法 自然界医学法则都是法 当然我们特别着重 教大家出世间法 这样子而已 可是自然界的医学的规则 都是法 这样子 真的有些时候 我们倒霉的时候 最重要的法在倒霉的时候 就是忍耐 正念 智慧 慈悲 牺牲 真的 就是用慈悲心 对待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不合理的事情 表面不合理的事情 从究竟来讲 没有什么东西不合理的 真的 你用究竟彻底来讲 在你被冤枉 被欺负 你也是很合理的 你一定有过去 有对人家 冤枉欺负人 你才会经历这一次 才会有倒霉的事情发生 所以 不用在那边 粉朕不平 就是要很坦然的 面对生命里的一圈 这样 这就是法的承担力 我觉得忍耐很可贵 因为忍耐的生命 是很凄 很凄凉的 一个如果困难的忍耐 他几乎走到那里 都不会有快乐 有些时候 生命就是要忍耐 有一些关口 就是要忍耐 这样 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 这样顺利 感谢观看